清潔隊收運垃圾都在晚上 而且結合資源回收一起 在防疫鼓勵人員分流的時刻 蘇澳鎮清潔隊將職勤分為三組 一為消毒組 二為垃圾收運組 三為資源回收組 並把垃圾收運和資源回收組分開 以免萬一有人不幸確診 所有清運工作都停擺 我們要從6月7號開始 針對清潔隊做分流 那我們分流的措施 就是我們原本 在做垃圾清運和資源回收的時間 都是休禮拜三跟禮拜六 清運的時間是一樣 但是因為這個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公所 就是把這個清潔隊做分流 就是讓他們盡量不要有這個機會 這個時間重疊在一起 垃圾收運都在晚上 這部分沒有變動 唯一調整的就是資源回收組 從下週一起資源回收改為白天收取 時間是從上午9點開始 路線不變 我們現在資源回收的時間 改為資源高點開始做回收 那垃圾清運的時間 維持一樣 也是在到晚上開始 再來另外一組就是資源 現在因為我們這間公司 要定期巡迴 來做這個新冠肺炎消毒的工作 防疫期間分流分艙 將人力做最好的配置 用最嚴謹的態度做好防疫應變 宜蘭新聞記者黃朱漢採訪報導